早上吃饭是流中 今天行程比较轻松 400多公里的到500 人物缭绕 很像仙境 到了广西了 广西就是这 山山飞飞 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海南的服务区 是最好的干净整洁 而且海南的高速公路 也是最好的 快四点多大流中了 今天订的这个酒店环境挺好 昨天在湛江那个 一股煤味房间 而且这个在 斜程上是598 然后我在高德地图上 同样的房间是410 整整差了192百块钱 这就是沙鼠 这是传说中的你看一下 传说中的410 传说中的沙鼠吗 因为我们最近出来的有一直都是哪些成定的酒店 所以大家出来旅游的时候 多用几个软件啊 你的平台显示没房 但是高德地图还是410 有房没 有房还是仅剩两间 但是我的手机 同样的酒店 只剩1000多的房 只能定1000多的 然后那个价钱低的 已经全都定完了 只剩两个1000多 定位到你已经到六周这个酒店了 让你别无选择 今天下雨了 先出去吃个饭 这是万达广场 去万达广场里面转一下 万达里面各种小吃都有 院菜小火 吃个海底捞 在广西柳州里吃海底捞 吃完来一个正宗的螺蛳粉 在小巷子里面有一家螺蛳粉 非常正宗的 留了一点肚子 我们吃 还捞火锅 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下 说这家比较正宗 过来尝一下 虫君街 这边下雨有点冷 到了柳州不吃完 螺蛳粉 感觉都白来了 这边卖粉的好多 老油粉炒粉 刚才从螺蛳粉店门口走过去 闻起来臭臭的 小七螺蛳粉 又是一家卖粉的 柳州的街头有点冷 柳州的街头有点冷 好高兴 这条街走过去还挺美的 两边都住的处 西环肥仔 哪一家 西环肥仔 这一家 这是当地非常有名的 这一家 螺蛳的 西环肥仔 螺蛳 螺蛳 原味的 原味的 这叫一个 鸭角的 三鲜的 干干的 原味的 过了很多奖 十块 十块 哪一家 他这还有 这一种 可以 带走 素铁 打包好的 你这个礼盒是咋卖的 你这个礼盒是咋卖的 礼盒是130 130 你们装了十包 十包 十包 好了 好了 感觉跟米线差不多 但是就是味道感觉臭臭的 哈哈哈 不错 都玩起来不错 真的 不太臭 这个感觉比较诱人 嗯 不像海南那个 没有 没有这种红油 海南那不是螺蛳粉 海南那是流水本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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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泡豆腐皮挺好吃的 嗯 我尝一个豆腐皮 不错 你要不要尝一口 我说是螺蛳粉 螺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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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着 最起码 看着是有食欲的 嗯 你吃饱了 看吗 我给你说的 这都是当地最正宗的 嗯 这好吃的 嗯 开始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 然后吃完之后是一种辣辣的 又酸又辣 是不是真好吃了 味道美的 嗯 这咱写的味先好硬一点 嗯 稍掉了 斤 薯倒 找起来 精到 蠟 辣所以 Lay p 那泡豆腐皮 还有花生米 咸菜 就是生菜 酸豆角 这汤喝起来 带了一部那个 酸酸脆还是啥味道 酸豆角的味道了 西环肥仔 他这在柳州好多分辨 他也要尝一尝 啥味道 闻到啥味道了 咋的呀 好吃吧 有点辣 吃点菜 来一口豆腐 这个这个 这个 再两口豆腐 终于吃到了一次地道的螺蛳粉 在柳州当地也是比较正宗的 但是我发现这个汤特别辣 就喝完真的是辣火烤了 开始尝试酸的嘛 然后吃完之后那种辣味的辣的再回味 对对对对 是纯粹的辣 不是鲜那种香辣 好吃 真的挺好吃的 闻起来臭臭的 吃起来香香的 我看我妹就那次自驾来 他也是在柳州停了一下吃了一个螺蛳粉 然后继续往海南赶 还是返程的路 今天在柳州休息一晚 明天早上一大岛出发去西江千户苗寨 然后最后一带是重庆就回西安了 来回差不多5000古里这个路上 一路从西安的棉衣到三样的短袖 然后又到柳州穿起来棉衣 我这还有点冷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苗寨见 来 苗寨见